只有傻瓜 才會為榮 我裂了 速度強啊 這個要倒楔 速度弱 utet 嘻嘻嘻 對我來說 DNW 変身AQA 無處可藏 這龍王一臉懵B 這麼勇敢 不過應該閃現禁止這裡的換了 因為現在技能好了,我這個血線就不安全了 這都省個閃啊 我要是把我牛閃現一個平衡黑暗的時候我可以收掉了 我可以收到 我從不妥協 Aan enemy has been slain 诶 怎么把这一瓶也取消了 没事我来 我来稳 跑回塔下了 真稳啊你是 翻两个闪的距离 像他追过来也分不到 如果翻的是正常的角度的话 这波他飞过来可以直接去追追 要吸 要狠 来吧 接下来就是跟他决一死战时候了 他可能会 现在回家会出肉 但没用 出肉也没用 诶 啥 啥 要打小龙 找到学这个技能点了 这伤害谁敢信 打呗 打呗 我有R呢 打呗 怕灯啊 翻桌闪 W闪R A一刀 A一下 往后远程 QA一下 点凉加速 A一下 W挂闪 A一下 快溜吧兄弟 QA打一套 A一下 A一下 V魏鲁斯交给你了 NICE 爽 先拿巨石短臂打不优势 再回家把提亚马特补出来 开始拿我们的线权 因为我们要杀这个龙王始终只能交我们的闪线点燃 现在闪线还有250秒 接下来250秒我闪好了再能杀他 那这250秒也可以 一定可以得等我到9级了 打那就没有必要了 咱不要浪费 这三四三四级的一个时间 直接拿提亚马特推线就好 吴波想要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开始发挥我们这英雄的特性 游走捡人头 给他们压力 拉门 你放这他应该 找不到 这一眼 太关键了 来啊 哥几个 有没有神呢 哎呀 没办法 我得征奋多秒 因为他们龙王可能会飞过来 抢不抢得到 平运气 又是一句英勾你的事 人呢他不会去抓上了吧 那个阿尔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就有一點時間 來吧來吧,簡單看他視野,大招加速 A一下,比亞馬克 真能跑啊這些人 好,可以了,再來吧 那一個出景,是結束 把他手指的轉來,現在就被揭露了 大招就被揭露了 他不會是無敵的 這是非常好 對方,我才會選擇 他會選擇 他這個手指的 他就把揭露了 他就不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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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賭了 快快快 神勾出手 甚至勾都没出 用的是平A 平A都能躲 果然只要速度快就可以 兄弟们 哈喽 翻外墙 他们活不长我被盯上了 编曲 还没出现 编曲 还没出现 编曲 还没出现 只有傻瓜才会被御御儿陷阱 W闪QA提亚马特 把他杀了,然后赶紧回去中路吃兵 龙儿刚刚的TP已经交过了,现在应该是没有踢的 能施两层吧 哦,那就不止两层了 那可就不止两层咯 打残,把冰打残,然后一个AQA重置普攻 AQA重置普攻 W打残,AQA重置普攻 30 W提亚马特 打残 正常冰线 对面还没出来,现在在打先锋 不浪费时间 他肯定在找我 炮车兵回家 主播为什么我有的时候自己玩 连招对面可以拉抗 熟能生巧多练 对面 来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他把他的飞已经用了,闪现刚才已经用过了,这里直接都可以秒了 WQRA 亵渎九州时 非常舒服 你以为人人都是刀嘎的 当然兄弟们 有可能刀嘎的只有一个,有可能大家都是刀嘎的 我行你也行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千锤百炼 咱们是万锤百炼 主播完了四万多吧 那也就是说你们稍微把术练一下 然后把我的一个思路一时大局关 都跟你们说 跟上那就可以了 连招都是那几套连招 打更多次游戏思路 但有时候游戏思路就得靠把数去积累 从失败中成长 现在你们就可以直接无视一些失败的一个情况 只要把熟练度练上去,那你就跟我没差别了 从这位置,翻墙 从这位置,翻墙 蓝刀可以出飞鞋吗?蓝刀可以出 然后给大伍开下重粉模式,平时一块钱卡牌子,通过这重粉模式,只需要一毛钱,一毛钱就可以用我夜刀神的牌子,还可以上龟兵戏,咱们顺便抽杯奶茶 大伍可以参与一下 两个亵游 两个亵游 盾针后我,我没有点燃重伤不了 现在龙王在右边,我们赶紧走 不知道是龙王还是永恩 应该是龙王,因为他放了远剑了 远剑的话只有龙王有 永恩现在是视频页 他们在塔下超多台上 他敢来我们就反杀 展现马上好 真热啊,他刚是不是 W挂上,展现回来,再一个去温泄毒 开炮开炮 人真多 枪打出头鸟 刀嘎的一来各种TP啥啥啥全都来了 这不说实话 不是人太多的话,一定反杀了 刀多多拉闷了 闪现躲他标,然后再QA拉刀 小龙应该有 拿龙拿龙 为啥这小子 一天半就已经有中亚了 有点针对 那是不是一个暴女该出的装备吗 他没啊他没啊他没啊,这个也没啊 这个好像没扑上 哇 哪里有影 我来的地方应该有影 打团被盯得太紧了现在 先去单带吧,把我的夜之空人带出来就无敌了 尤其要跟永恩带 我现在去找永恩一抓一个准 野怪先不刷 他也是一个刷子英雄把野刷给他 留给他 无处可藏 又是三个人 先走吧 对面一定要把针对这个标签 贴得这么实了 咱现在再跟他们打就有点不礼貌了 该防得防啊 没办法 对面必须要这样盯着刀嘎子 不然刀嘎子一会儿就游龙了 我们现在抗压一下就好 我这状态是这样的,现在我该回家了 我才下了 把墙翻过来了 太勉强了兄弟 牛逼 太勉强了兄弟 哎,死个拿到龙 nice 我差点以为龙也被抢了 你知道吧 你知道吧 那就玩,玩犊子了 哎呀 还好这波取枪回城 不然龙应该打的巨吗 但是这样的结果不是我想要看的 只有傻瓜 才会被荣誉而显身 得来个破盾 我第三件可能得来个破盾 哎,夜之风链又得放弃了 他回家可能是一个中央 人头全给他拿了 游走于刀剑之上 没事吧 没事吧 好像不像没事 没事吧 后手不要了 我随着要6个角 无处可藏 忘了他刚刚放夹子了 永恩得我去处理啊 虽然现在旺豪装备应该比较好 但他 痛不到他 我去我可以直接把他秒 带些等待 现在可以配合死个一个大 算了算了算了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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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龙啊各位 会吧 死了 还幽默 挑进夹子 哪里有夹子来着 原地不动鬼城是最好的 现在我踩到个夹子好像会死 放心 刀改的会兜底的 中亚 中亚了 因为他A出来必死 我画面虽然切回来 应该 但是只有这个结果 小心兄弟 赶紧打 不清卷啊 刷完D 先走是能跑的 无处可藏 赶上葫芦娃了 赶上葫芦娃了 又来吗 也可以也可以 他们那个暴女刚复活 刚复我们就开打 他来的路上不知道能不能秒 那他其他队友都在啊 好 赶上葫芦娃了 来 赶上葫芦娃了 我从不同学 死了 大龙 大龙还在啊 龙这个位置好像有点无敌 先去蹲他 走走走走 兄弟骗他一个大够了 懒得理错说话 不能太勉强对吧他们的人杀光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半血怎么打呀 大龙都可以把我们反杀了 对面只要过来补个技能就有 不过这波暴女死了就可以了 咱不能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啊 第一波大节奏就是那个大龙 强行打 这网豪 能碰到对面伤害挺高 他现在就怕拉扯 就说他一定会死的 不过的 我刀使 必须有力 必须有力 有力 不吓得 不吓得 这门都是 10秒 暴女没中意啊我可以真秒 拜拜 哎呦 我看到有个人死了,我以为是暴女呢,原来是永恩呢 杀呀刚才 没超神 还行还行还行 拿下射一把,我们的团队真潇洒 还行 还行